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對決是 勝率最低的趙雲 對決勝率最高的潘因 趙雲是傳說115隻英雄裡面 勝率墊底爛到初次的英雄 潘因則是全英雄裡勝率第一 讓人羨慕 官方用腳做平衡的最佳代表 兩隻英雄即將在排位對決 你們猜猜結局是誰輸還是誰贏呢 哈囉 早上嗨你好 我是又哥 我是又哥 今天的排位要玩趙雲對決潘因 趙雲跟潘因都有個共通點 那就是瞬間爆發還蠻高的 但是趙雲的機動性卻整整輸了潘因一大截 不論在進場方面還有退場方面 趙雲都輸掉了 那現在T1就是比較強勢的刺客角 也都附帶要嘛是有無敵 不然就是有霸體 像是星葵啊 起羅啊 甚至是這場對面的潘因 一技能有減傷 趙雲到底該如何去打潘因呢 很簡單 靠隊友 需要隊友幫一些小忙啊 他比較不像潘因 可以來去自如 殺了人自己在跑掉 比較難 那我們來中路吃個兵線 記得喔 趁兵線 要等中路 不要自己就把他吃掉了 潘因也來了 他直接砍在我身上 砍了兩刀 接下來就是我 刮殺他 打他超歐陽 拉子再推過來 那麼趕快用一技能解控 趕快來吃紅鬚 可是你看我的狀態 也不是那麼好 剛好對面的凱撒路 艾翠絲來了 直接把 我的霸椒猴給搶走了 好險我們有小可愛 薇菈護士來幫我的忙 不然我的紅鬚可能就沒了 這樣子我們等級還是能來到四等 因為有趁中路兵線的關係 好的來到下路 剛剛誰偷我小野怪 就是艾翠絲 1分40幾秒 還這樣出來吃兵 肯定要制裁他的吧 應該蠻多觀眾都知道 差不多在1分半過後 的那波兵線 就比較不能夠直接出去吃他 因為對面的打野 絕對會來抓你 沒想到艾翠絲還這樣調皮 我就懶得跑亂魔龍路啦 直接就近吃完凱撒 那這個制裁我還是直接嚇了 吃完凱撒 發現對面好像在吃魔龍 所以我都在想 這個藍buff有沒有機會把他反下來呢 就這麼衰 反藍的過程被艾翠絲撞見了 旁邊還有一隻拉茲 所以果斷放棄 而且我也沒制裁 那就走吧 走吧 回去吃自己的藍 就有點怕藍被搶 好險 薇菈是有幫我看的 所以有隊友的幫忙 的確是非常讚讚讚的 薇菈讚喔 給你一個大大的喜歡 吃完藍區 我的概念是不會直接去紅區 我有點想要去抓抓看魔龍路 常看佑哥打野類型的影片 就會發現我常常說一句話 反野絕對不要只反一次 還有另外一句話 山路 都要去幫到忙 那我就這樣踩了一個蘇的眼睛 就被蘇打殘了 所以回復了一會兒 我們來到中路的時候 上路已經被 潘因踩爆了 沒錯 中路河道堆一下 看到有半血牛魔王 不要理他 因為他二技能跟大招都有80%的減傷 所以看到他半血或殘血 我也不是很想打他 想要先拿個藍區 他們好像打起來 隨時查看 有了 我的拉茲直接灌死了維拉 代表他們應該也沒招了 大招切出去 切到潘因 輸 好像也沒大 追到 還有一個牛魔王 二技能 砍起來 200%攻速 這波團戰 雖然倒了一個維拉 但是 他們死了四個人 因為沒有兵線 沒辦法推塔 那肯定要反野了吧 逮到機會 我們就要反野 不要再傻傻的 在那邊逛街 或是還去吃自己的野怪 反玩這個小野怪 潘因也復活了 我就在猜 也是賭啦 就是賭潘因 應該會來藍區 我就在蹲 就在蹲 開手精華來了 潘因直接 大招在我面前開掉 再加上 他也沒能量了 來 砍爆 彈起來 還有凝霜 二技能 200%攻速 艾翠絲也來了 成功 單殺掉潘因 也要感謝潘因 第一時間 就把大招開掉 不然 他靈魂狀態 過來 如果發現我的話 他應該大招就直接走了 對 這比還有局嗎 艾翠絲 艾翠絲是沒大的 我們直接出去 搭配薇拉 讚 真的要給薇拉 第二個大大的喜歡 他這個瞬移加二技能 有料 完整的詮釋了 我們一開始所說的 趙雲要殺人 就是稍微要靠 隊友一些幫忙 來去藍區 吃吃喝喝 看到了藍霸夫 隊友都在我左邊 牛魔王想反野 喔 對面的人也都在附近 我的大招肯定是留給他們的後排 沃瑪 及時跟上 英英的北敗喔 那我融化了 被潘因 砍爆了 潘因不要再砍了 處理一下 潘因他沒招了 應該是沒問題 他們就剩下 一開始被我打殘的輸 看起來我要 打贏 潘因 還有一個要點 就是 不能太早進場 要想辦法先等 潘因進場 我再 進去 砍爆 那隻潘因 不然我先進去 潘因一定大招 飛過來 砍我兩招 我就爆炸了 所以我們只能等待奇蹟 蹲啊蹲 蹲啊蹲 我頭頂草叢還有一袋翠絲 我也不想打他 因為我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潘因 也是我們這場 想要做的事情 對決 勝率最高的角色 潘因 潘因要來了沒 我等你等的好苦喔 潘因都沒漏頭耶 應該是在很遠的地方 等著用大招進來吧 還沒出現 這草叢 那我就直接K這隻艾翠絲了 潘因看到了 在中路 可是我的大招用掉了 潘因也跑掉了 所以只能等待下一次機會吧 繼續蹲 頭上有一隻芭蕉猴 有人在打芭蕉猴耶 所以我都在猜 蹲著紅草 絕對是沒問題的 肯定會蹲到人了 就是你了 輸 他的大招都來不及開 就不見了 上路有隻牛魔王 我們就 不繼續推塔啦 先走再說 吃個自己的藍區 因為現在 潘因啊 或者是 奇羅這類的 法師型刺客 都會出 集團之戶 會有物理防禦 所以穿透要早一點出 看到潘因 這潘因在我面前走過去 他的目標 直接是我們家的特爾 我也惡化不說 趕快跑過去 潘因你別跑 我來了 目標就是你啦 我們特爾反應很快 沒有被潘因殺掉喔 我又看到潘因了 他在藍區附近 看到了 潘因直接大招進來 把小護士給殺了 但我也說過 潘因只要先進場 接下來我進去 肯定殺爆 殺了兩個 快跑 這個輸 不要拘我 好險 有沃馬爾 強行支援 老樣子 吃完野怪 就來草叢蹲 剛好潘因 靈魂飛過來在清兵 大招直接K上去 人很多 一技能拉掉 不要被艾翠絲揮到 有了 結束了 各位 艾翠絲拜拜 雙殺 下路 整一下兵線 順便用2技能吸個血 被蘇G了一槍 這拉茲直接大閃過來 可是你大閃完你就要死人 兄弟 他們就剩下一隻蘇 遊戲也結束了 一波直接GG 遊戲的最後雖然戰勝了潘因 但是在角色的容錯率方面 趙雲真的輸 潘因好大一劫 希望官方真的 好好重視角色的平衡 我是劉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